接下来关系国道所发生的游览车自撞护栏的意外 这辆游览车载着还是银法族老人团要到台中兴设看花海 途中行经云林大皮路顿时候驾驶于是精神不济 结果造成车辆失控撞上护栏 车上还撞了一个大洞 所有人来不及反应 14人送医有8个人因此受伤 游览车撞上护栏强烈撞击 右边车头几乎全毁 还撞出一个大欧洞扭曲变形 当风玻璃碎裂一地 轮胎被撞到位移破裂 事发的第一时间脱掉业者赶到现场 车上45人乖乖待在车上 因为痛到难以下车 有人恶心呕吐 有人手脚擦伤 有人头部流血紧急送医 一共8人受伤分送云林嘉宜的医院 另外有6个人陪同就医 由于受伤的都是年纪大的阿公阿嬷 这一状不少人膝盖骨折 为男性检查起来 他是膝盖骨骨折 需要手术处理 有一位女性需要 他是一个脚踝骨的骨折 我才敢要去台中 我才敢 驾驶被带回真讯 满脸无奈 他一次精神不济 广神自撞护栏 酿货 而这辆游览车 载着来自台南的老人团 一大早出发 要到台中新社赏花海 结果花海都没想到 7点多行经云林大皮 入断时竟发生意外 幸好伤者都是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